而欧战今天吓坏了欧盟成员国 当然也看到刚刚包括G20成员的各领袖 那是因为波兰遭飞弹击中 波兰是北约成员国 它的一个小农村 被飞弹击中两人死亡 这个地点是靠近波兰跟乌克兰的边境 初步调查 这两枚飞弹虽然是俄罗斯制造 但可能不是俄军发射 美国情报官的消息是 落在波兰的飞弹 是乌克兰用来拦截俄军空袭的防空飞弹 那么由于它发生在G20峰会期间 拜登立刻紧急召开北约成员国会议 外界一度担心北约会动用北大西洋公约条款 为了保护成员国对俄罗斯发动攻击 这样后果将会不堪设想 北约成员国波兰的一个小农村 周二遭飞弹击中 造成两人死亡 事发地点十分靠近波兰与乌克兰的边境 波兰当局初步调查发现 两枚飞弹是俄罗斯制造 不过由于乌克兰目前仍在使用苏联时期的飞弹 因此不能断定飞弹一定是俄军发射的 居团体领袖峰会正在印尼巴黎岛举行 却传出波兰遭弹习的意外 美国总统拜登立刻召集北约成员国领袖 举行紧急会议 拜登会后表示支持波兰进行彻底调查 不过初步判定飞弹不是从俄罗斯境内发射 俄国官方在爆炸第一时间就否认朝波兰发射飞弹 不过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却一口咬定是俄军所为 波兰是北约成员国 一旦遭到攻击 等同是对所有会员国的挑衅 北约可以动用北大西洋公约第五条款 对发动攻击的国家进行反击 北约若是对俄罗斯发动攻击 后果不看设想 很可能引爆第三次世界大战 因此专家认为北约出兵的可能性不大 根据美联社的报导有美国情报官员透露落在波兰的飞弹 其实是乌克兰用来拦截俄军空袭的防空飞弹 不过这项消息尚未获得任何一方的证实 俄军撤出乌克兰南部城市赫尔松 是开战以来重大挫败 俄罗斯不愿看到乌克兰太过得意 因此在G20峰会期间对乌国各大城市进行猛烈空袭 波兰15日遭袭的这一天 俄军就发射超过百枚飞弹 遭西方国家严厉谴责 美国情报也显示俄罗斯对美国其中选举十分关注 甚至将宣布撤离赫尔松的时间 延后到其中选举后 避免撤退消息有助于拜登的选情 普京似乎认为共和党若慎选会对俄罗斯比较友善 不过许多美国政治专家认为俄罗斯恐怕是夺虑了 据团体峰会的领袖都认为 必须尽快结束战争 世界经济才能恢复 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则透过视讯演说 呼吁各国协助 按照乌克兰提出的和平协议 让战争落幕 TVBH新闻综合报道